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上海的地神花从右向左来攻 本场比赛的评数由孙宝杰老师和我孙思辰为您带来 外围有机会打一脚远射 这是雨天啊 双方在场上应该来多使用的进攻招数 其实百亚俊这个球质的线路上来看有点刀山球 但是前场完成了反抢 马丁斯漂亮直传球越位了 越位了球虽然进了但是边才举棋了 但是边才举棋 这个球还真的是毫厘之间啊 看看这次的进攻在右路绿针 直接传前点 扑球脱手了 再补射这个球竟然打高了 毛建青 这次二点虽然位置已经赶到了 在大进区线前点的位置 直接被放手球员给解围掉 投球摆下来 看看领下来有没有机会单对单了 人球分过 李帅想出击又回去了 单刀球的推色 这小球打得这样一般 二点跟进还有 这小球成了一次很有威胁的反击 这可以说是上半场比赛 两支球队加起来 距离得分最近的一次进攻 有很大的意见 漂亮 投球的攻门蹭下了后点 李帅扑得也很漂亮 但随后左路在远端附近的处理球呢 打得有点着急了 晚林直接射门了 这个球放了高射炮 第一次莫里诺没进去也是对的 这一段时间身心的连续控球 连续传球次数已经相当可观了 看看这一次能不能最终形成一角射门 再进区的前沿 直接打远射了 稍稍地高出了横远 这大概可能连续有30角左右的传递 从中路到边路 突然向前的长距离 地面的传球 打到进区的马丁丝扣一下 再做处理 把球传出去的跟进的推射 来自于瓜里 这个球呢实际上啊 守眉眼可以呢往前站一些 身心这边看看能不能把球领下来 投球往前顶 已经是过了防守区域 再来看到进区里 走底线的方向 能不能传出来 小角度的情况之下 李帅把这个球封堵了 李征 马丁丝右路有空档 李征秋助攻上来 这李征秋是难得一箭的上来 作为一个边后卫的话 漂亮 打门击中了横远 这脚球挂林太像发力了 再来看一下 下底之后的传中球 李征秋这个球传的很有想法 挂林专攻搭建 我们看上半时 包括下半时刚开场啊 尤其是下半时刚开场 很多这种进攻呢 都是依靠莫雷诺这种一箭穿新的这种方式 所以他这种踢球的方式 十分需要这种两个边路的这种配合 这是一次穿透球的好机会 卡丁丝突然启动 这个球有没有越位 没有越位 单刀球的推射 球进了 79分钟 上海绿地神花 打进一球 总比分来到了2比0 这还是三名外援之间打的一次反击 莫雷诺先交给瓜林 随后的一个斜线球 马丁丝的启动也很及时 这本来就是他的拿手好戏 完全利用到了对方防线身后的空间 这种技术也好 包括战术意识也好 足够用 换下一个边前位 又是好机会 马丁丝又击中了横梁 这场比赛 上海绿地神花已经由两脚射门 打在了门框上 转身之后的突破 角度很小的情况之下 左脚还能够势大力沉地 打出这一脚射门 克雷顿奥利维拉 击中人强 好 深圳路吹响了 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凭借着马丁丝的进球 上海绿地神花 在半决赛的第二回合 1比0 击败了上海身心 这样的话 他们也以总比分2比0 淘汰对手 率先挺进到了 本赛季足鞋杯的决赛当中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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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